对方拒绝了你的忠实耻辱教育 并回击了你一巴掌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家长参加家长会 因孩子成绩最差而被请上台讲话 面对老师的阴阳怪气 这名父亲说出了引发无数网友共鸣的这么一番话 下面有请我们班最差的学生成绩倒数第一名的家长上台讲话 感谢老师用这样的开场白把我邀请上台 第一我的孩子有名字他不叫倒数第一名 第二如果一个老师有能力提高所有孩子的成绩 那么即使他是倒数第一名也不是差生 更不是最差的学生 第三我的孩子只是成绩不好并不是十恶不赦 他需要的是来自父母和老师的鼓励 而不是作为反面教材来进行宣传 在老师的忠实耻辱教育面前 这位父亲直接回应了一个巴掌 他们只是成绩差又不是人品差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另外一名父亲 在班级的家长群中 班主任发布了这样一张学生站在走廊罚站的图片 结果却受到张子涵爸爸这样的回复 认真的样子真帅啊 我看到我儿子张子涵了 而班主任似乎要让家长感到耻辱 于是补充道 这是早上迟到的同学 但以为家长会感到惭愧 怎料张子涵的爸爸却说 那我儿子也帅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张子涵也许不会出人头地 但他一定不会从教学楼上跳下去 虽然他们第一次做家长 但他们曾经也做过孩子 他带着儿时的自己躲过了那发子弹 他太明白孩子需要的是鼓励 是教育 而不是让人窒息地打压 只是做错了题 又不是做错的人 对此 远在海外的五星上将迈克阿瑟都表示 张子涵可能没有出色的成绩 但他一定有个幸福的童年 有着班级里最乐观的心态 因为他的身后永远有个支持他的老爸 或许只有男人才懂得到父亲认可的含金量吧